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高分魔幻美剧《魔戒奇坦》第六集的第十四到十五集 学生时期曾在杂志上看到过一个故事 作为医生的妻子将出轨的丈夫杀害并制成了生日蜡烛 还调侃到丈夫瘦了,只够做六只蜡烛 下面就为大家带来一个相似的故事 不同的是,故事的女主可不是什么嫌妻良母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一个故事,纯粹的恐怖 女主阿美是个画家 她在自己和小男友的身上画买了红色颜料 阿美并不喜欢小男友 约会过后便急匆匆将她赶走 还相约明天再见 原来阿美是个人妻 她的丈夫老白是工厂老板 丈夫非常疼爱阿美 可阿美却对丈夫一场冷漠 电视上正播放着丈夫老白的广告 她的工厂刚推出了一款全自动肥皂机 只要放入原料,启动机器 就能瞬间制造出一整箱肥皂 丈夫患有胃酸过多 为此她需要长期服药来中和自己的胃酸 阿美平时不但最新于工作 还为丈夫的公司设计了肥皂包装盒 然而她已经过气了 做出的设计也越来越老土 于是丈夫希望她能重新为公司设计一款新的包装 不只是如此 阿美连上电视节目都不再得到重视 因为她的口味非常重 平时热衷于坏写非常暴力的作品 一般人接受无能 这也使得她自己的市场越来越小 回到家的阿美 听说丈夫已经签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做包装设计 这让阿美更加的崩溃 连自己最亲近的丈夫都不愿欣赏她的作品了 丈夫却阿美在家安心搞搞创作 阿美却在此时提出了离婚 还想分走丈夫一半的财产 却不想丈夫早就知晓阿美与小男友在家搞绿化的事情 不过她非常在乎阿美 即便是头顶一片清新草原 丈夫依然希望阿美能够在家修身养性一段日子 别再整日水性洋花见一丝迁 哎呀 偷情被丈夫发现了怎么办 当然是弄死丈夫了 抓狂的阿美抡起手边的超大肥皂就往丈夫的脑袋上砸去 一直到丈夫失去了反抗能力才停下 这时候门铃响了 原来她的小男友因为太过思念阿美再次找上门来 小男友说什么都不愿离去 甚至在楼下学起了狗叫 为了不引起更多的注意 阿美只能将丈夫的尸体转进了地毯 望着阿美满身的血 小男友以为只是颜料 我很好奇屋子里没有血腥味吗 还是小男友的嗅觉失灵了 就在二人准备清热的时候 阿美发现丈夫的尸体居然动了一下 她赶忙找了个借口支开小男友 然后对着丈夫的脑袋就是一顿猛踹 为了尽快毁尸灭迹 她欺骗小男友帮她先把地毯搬上了汽车 随后一个人将尸体运到了丈夫的肥皂工厂 打开后备箱的一瞬间 生命力顽强的丈夫又活了过来 阿美抓起丈夫的脑袋就是一阵猛锤 然后将死的偷偷的丈夫扔进了肥皂的原料 阿美淡定的起动机器 看着丈夫的尸体随原料被粉碎搅拌 最后被制成了整整一盒肥皂 阿美把丈夫派肥皂带回家放进了洗手池 打算先洗个澡再来毁尸灭迹 毕竟劳累了一天的阿美早就大汗淋漓 可喜到一半 阿美却发现肥皂用光了 于是她在洗手池随手拿了一块丈夫派肥皂 嘴里还调侃道 给你个机会陪老娘洗澡 然而洗着洗着 阿美就觉得浑身刺痛无比 身上的皮肤也开始缓缓溶解 原来阿美忘记了 丈夫最近胃酸过多 已经严重到需要大量制药中和的地补 最终阿美因为身体被严重腐蚀 惨死在了浴室 为自己的放荡 无情 狠毒 付出了代价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这个中口味的故事最早被收录在1973年上映的老电影《恐惧之滇种》 《魔界奇谈》中有不少翻拍的故事 这个也不例外 丈夫老白的扮演者是1946年出生的老演员布鲁斯·戴维森 代表作品《新批里游侠》 《神探亨特》 《西区可可悬念故事集》 另外2003年上映的电影《玉鼠惯人》 便是翻拍自他1971年主演的同名作品 女主的扮演者是1964年出生的美国演员克里斯蒂克纳威 她长相漂亮 可演一事业并不是很理想 常常在一些不是很出名的作品中担任小配角 代表作品 《地狱无门》 《大人无桥》 《50英尺高的女人》 欢迎回到《哭乐哥的地窖》 今天的《哭乐哥》居然扣起了阿甘正传的男主 不止如此 摄制组还用电脑技术还原了著名悬疑大师西区可可的影像 这集是《魔戒奇谈》的特别集 全程都以第一视角叙述了一个离奇的怪谈故事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二个故事 《至死不安》 传说人死后将会看到一道白光 伴随着白光已将升上天堂或者跌入地狱 男主阿呆死了 可他并没有看到什么白光 只在汽车反光镜中看到了自己僵硬的脸 那么阿呆到底是怎么死的 他的背后又有着什么离奇的故事呢 事情还要从几个小时前说起 阿呆是一间公司的老总 他叼着烟夸将女下属的方案拯救了整间公司 女下属非常开心地向他介绍了广告方案 就在这时候 阿呆的妻子打来了电话 妻子的声音让阿呆非常震惊 因为在几个小时前 他已经雇佣了杀手弄死妻子 没想到妻子没死 还在电话里非常气愤地威胁阿呆 他现在就要去报警 这又是怎么回事 阿呆为什么要杀妻呢 阿呆急匆匆开车赶回家 一路上他开始了一段自白 阿呆在这个城市摸爬滚打了十几年 年轻时的他盗窃 抢劫 杀人 无恶不作 有天他赚够了钱 便找到整容医生将自己改头换面 换了一张影帝 哼服来报家的脸 整容后的阿呆靠着平日积累下的财富 走上了正道 最终成为了一名身价不菲的公司老总 可没想到 阿呆的妻子不知为何收到了他整容前的照片 并得知了阿呆曾经的劣迹 要知道 他是个通缉犯 倘若阿呆被抓了 那么他的整容医生也要跟着一起完蛋 为此 医生主动向阿呆提议 不如他找个杀手 弄死阿呆的妻子 再伪造成入室抢劫的样子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 可没想到医生派出的杀手 并没有成功杀死妻子 现在搞得妻子更加愤怒 说什么都要去报警 回到此夹让而止 阿呆回到了家中 安全起见他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手枪 却发现大厅的角落躺着一具尸体 趁着阿呆放下防备的间隙 尸体坐地而起 他竟然是阿呆的整形医生 他被医生持枪挟持 而医生的同伙竟是自己的妻子 原来医生和阿呆的妻子 早就勾搭在了一起 二人携手布下了这个局 接下来 这对肩腹淫妇逼着阿呆写下遗书 相伪造成他自杀的下像 这样妻子就能继承阿呆的遗产 和肩腹双宿双飞去了 阿呆拿起了桌上的酒壶 整理了一下仪表 随后趁医生不注意踢倒了茶几 终于成功抢到了医生的手枪 可他却忽略了自己的妻子 妻子从背后抡起雕像 对着阿呆的脑袋狂揍了好几下 直接把阿呆给活活打死了 医生感受到阿呆已经没有了脉搏 瞳孔放大 死不瞑目的阿呆灵魂并未离开躯体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对肩腹淫妇 如何处理自己的尸体 正当二人搬走尸体的时候 阿呆架在门里响了 原来是他漂亮的女下属 上面聊工作来了 医生只能匆忙将阿呆的尸体 藏先的衣柜里 阿呆从衣柜门的缝隙 瞧见妻子和医生 强行将女下属拖出了门外 敏感的妻子对着阿呆的尸体咒骂倒 他能感受到阿呆与女下属也奸情 医生用帽子遮盖住了阿呆的脸 然后把她塞进了车后座 事实上阿呆的妻子说的没错 阿呆与女下属的关系 还真的非常不一般 女下属温柔体贴 与之相比 阿呆的妻子就是一个泼妇 不知过了多久 医生拿下了盖在阿呆脸上的帽子 只见他们已经来到了荒郊野外 医生和妻子正在拼命挖坑 准备一会儿埋了自己 不想这时候 女下属举着枪从后备箱爬了出来 原来女下属感觉到了 阿呆的妻子和医生有古怪 便偷偷钻进了后备箱 阿呆死了 作为情人的女下属自然是非常的伤心 她边用枪指着这对肩妇淫妇 边拨打电话报警 可她却不知 妻子的身上是藏了枪的 妻子趁其不备 一枪打死了女下属 这颗子弹穿过了女下属的身体 和汽车的前挡风玻璃 撕裂了阿呆的胸口 打断了阿呆的脊椎 阿呆的尸体一声倒下 启动了车辆 将正在车前来不及逃走的 肩妇淫妇给直接撞死了 不知过了多久 警方来到滥发现场 他们将阿呆的尸体抬立了车辆 阿呆注意到 汽车一头扎进了肩妇淫妇 为自己挖好的坑里 看着大车得爆 阿呆的心中也则说不出的爽快 警方将阿呆的尸体装进了伙食袋 阿呆并没有等来传说中的白光 也就是说人死后 灵魂并不会离开躯体 并且还是能够清楚感受到疼痛 等待阿呆的将是更痛苦的尸检解剖 到此魔界奇谈第六集结束 第一人称视角的男主 便是大名鼎鼎的美国男星 亨斧莱豹佳 他是卡萨布兰卡 避雪金沙的男主 筷子人口的作品不计其数 亨斧莱豹佳 1957年1月14日 因晚期河岸逝世 享年58岁 魔界奇谈在故事中用电脑技术 成功让亨斧莱豹佳 以及悬疑大师 西区可可穿回一幕 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了 要知道这是1994年 26年前能做到这个技术 可见小黄台HBO也是花了不少钱的 一身代扮演者 则是1945年出生的演员 约翰·利特高 他是情景喜剧 《弯心撞地球》中的迪克 逝学法育中残忍的三体杀手 以及《怪物史莱克》中的 凡尔奎德亲王 女下属的扮演者是 1965年出生的 美国女演员雪凌芬 代表作品《双风》 《老友记》 以及近年来大火的 黄爆美剧《无耻之徒》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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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